前面一段经文 大概我们简单的再重复一下 我们前面学习到本经正宗婚第一段经文 在这段经文 佛给我们讲 患杀戒 有三种方式夺取人的生命 第一个是制作 第二个教人 第三个是轻死 制作是自己本身去杀人 第二个是教旁边的人去杀人 第三个是牵死 就是杀的对象 并不是在眼前 那么请人 去找那一个人 把那一个人杀死 这个叫牵死 这个牵死 就是我们 现前这个社会上 有一些职业杀手 专门 替人家 这个 杀人的 赚取钱财 所以有一些人 所以有一些人 他用钱 去请了职业杀手 把他想要害死的人 给他杀死了 这一类是牵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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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第一段经文看到 这个杀人 夺取别人生命 有这三种 那么 这个三种 换了其中的一种 只要把 对方的生命 真正杀死了 这个在 五戒来讲 就是忧婆舍 受了五戒 就是忧婆舍 就犯了不可悔罪 不可以接受忏悔了 那么不可以接受忏悔呢 也就是说 已经丧失掉忧婆舍的资格了 也不可以再重新受戒了 那么患不可悔罪呢 把人杀死 那么他也必须要具备五种姻缘 这样才构成不可悔 五种姻缘 第一个是人 就是他所杀的对象是人 不是畜生 他杀死的是一个人 不是杀死一个畜生 第二个是人响 他的意思呢 主要是要杀人的 不是杀畜生的 那么因此呢 这个也就是说 他的动机 他的动机呢 是杀人的 从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知道呢 这个并不是误杀的 不是因为要杀害其他的动物 误杀 把人给杀死了 所以动机呢 他主要是要杀人 这个叫人响 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的话讲 叫动机 他的动机是要杀人 第三个呢 杀心 第四个呢 心方便 这个杀心啊 就是 他取的这个杀心 那么取的这个杀心呢 那么他 心方便就是付诸行动了 这个方便 就是 他起心动力了 要杀人 那么起心动力了 要杀人呢 他在行动里面 用什么样的 手段 方法 这个叫心方便 所以有了这个杀心 这个心起来了 要给某某人杀死 这个心起来了 心方便啊 就是付诸行动了 那么杀心跟心方便呢 就是我们 我们这段经文讲的 制作 这个 教人 或者牵使 这三种方式 这个三种方式呢 就是杀心 杀心 心方便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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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个因言呢 全人 命断 全人 命断就是 他 眼前这个人 他要杀的 这个人 那个 命 被断掉了 真的被杀死了 如果具备这个五言 那么就构成不可忏悔的罪过了 所以就不可悔了 这是五戒 包括出家杀弥戒 或者八关灾戒 在小圣戒的结罪来讲 必须具备这个五言 那么这样才构成不可悔罪 如果不具备这个五言 是可以中品可悔 或者下品可悔 如果这个五言都具备了 就不可悔了 那么这个也是 跟这个大臣菩萨戒 他结罪不同的地方 所以小圣戒 比较容易持 因为它是一定造成一个事实 这个事情已经造成一个事实 那么这样才定罪 就如同我们世间法律一样 你有证据 已经构成这个事实了 那么才定这个罪 所以小圣戒 偏重在戒四项 那么大臣菩萨戒 那就不一样了 他偏重在心地戒 你起个心 要杀人 要杀害众生 就结罪了 如果要杀人 那就在菩萨戒来讲 就犯了重戒 所以这个菩萨心地戒 它主要在起心动力 在这个地方结罪 那么这个五戒很明显 我们一看就知道 偏重在四项上的结罪 从这个身口 这个事实的行为 造作 那么来论罪的 那么受了这个戒 如果 拒这个五言 去杀死人了 那么就犯了不可悔 犯了不可悔罪 那么这个 不可忏悔 就是不可以再受戒了 不管大臣戒 小臣戒都 不能再受了 这个不可悔主要是 不能以作法 这个方式来忏悔 我们一般讲 做法忏 这个做法忏 就是在三师面前 或者传戒师 引礼师 或者 有道德学问的师长 或者在佛菩萨向前 花露忏悔 这个叫做法忏 如果犯了不可悔 那么 作法忏这个方式呢 是 不可以忏除的 不可以接受的 所以叫不可悔 那么只有一大臣法 修取向忏 那么见到好向 这样才能够 重新受戒 这个罪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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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够重新受戒 那么 这个破戒的罪 依这个大臣 取向忏 见到好向 罪业忏除了 可以不剁三二道 因为破戒呢 就剁三二道 我们在续分 经文 佛给他的父王讲 受了五戒呢 当得成佛 就是受了五戒之后呢 应当可以得到成佛了 可见的这个五戒呢 它是成佛之音 我们不可小看 我们不可小看 那么受了五戒之后呢 如果换了戒 比如说换了这个 严重的戒了 换了不可悔罪了 或者换的比较轻的 没有忍悔 那么就常堕三徒 常在三徒 受苦 换了不可悔罪 堕三徒 这个我们 比较没有疑问 那如果换了这个 忠品可悔 夏品可悔 而没有去忏悔呢 是不是也剁三徒 也会剁三徒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俗话也常讲 这个恶业 不要以为它小 我们就不改过来 如果你小恶不改 它就不断的累积 累积的时间久了 那小恶就变成大恶了 罪业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深重了 那么罪业多了 罪业深重了 当然会剁三徒道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改过 没有忏悔 因此呢 我们受了戒之后 不是说这个忏悔法 就不需要了 实在讲 还是要实时忏悔 这个忏悔 也就是实时还选 实时减点 实时改过 那么我们这个 持这个戒 才会不断的提升 所谓呢 这个戒有 下品戒 中品戒 上品戒 我们总希望能够提升到 上品戒 那么最上品的就成佛了 我们从前面这个经文来看 这个五戒 词严满了 那就成佛了 这个我们也不能不知道 这一句是 这一句是 怎么能够植 那一句是 。